欢迎继续收听《故恋巅峰》第4023集,你没事就好。 悬崖边,杨开只身守在马车前,面前大批骑士将四周包围得水泄不透。 进无可进,退无可退之地,几乎可以称为绝地。 孟德叶望着杨开的目光急欲喷火,自家女儿大婚当日居然被一个护院给抢走了。 这时让孟府蒙羞,让他孟德叶丢脸丢到了姥姥家。 今日之事若没有个完美的解决,那日后他孟德叶就别想在白玉城抬头了。 暗暗发痕,定要将这个护院碎尸万段,方能解心头之痕。 混账的东西,你好大的胆子。 孟德叶瞪着杨开咬牙低合。 我孟府一分栽培,你就这样回报,当真是狼性狗妃,把儒儿还回来,老夫饶你不死。 杨开抱拳头,家主尽量。 此行下策,实非得意。 只是我与大小姐两情相怨,还请家主成群。 孟德叶如被踩了尾巴的猫,整个人都快炸了。 放你的狗屁! 你算什么东西,如而何等身份,又岂会看上你这样的下贱人? 狗屁的两情相怨! 转头跟方长寺解释道。 少长寿,此次胡言乱语,不要放在心上,定是他用了强硬手段,否则卓尔绝不会离开孟府。 封城寺面上挂着淡淡的微笑,不止可否。 他这边话音才刚落,马车上,孟如在嬉戏地搀扶下走了下来,面色不免有些凄苦。 孟德叶见窗大喜,连忙昏倒。 若尔,可曾受伤。 孟如仿佛做错事情的孩子,有些不敢直视老夫的眼睛,缓缓摇倒。 孟德叶松了口气,宽慰道。 若尔莫怕,爹这就把你救出来,叫这贼子知道欺负你的下场。 对了,还有少城主也来了,他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 爹。 孟如轻轻地喊了一声,孟德叶连忙应道。 爹在这儿。 孟如低着头。 爹,你就承训我和杨大哥吧。 孟德叶如遭雷尸,脸色瞬间铁青一片,犀利的目光盯着孟如。 你说什么? 杨开方才那一番胡言乱语,她还可以训斥一通,不放在心上。 可这话从孟如口中说出来就不一样了。 这等于是孟夫大小姐在众母葵葵之下承认与自家互会有私情。 这个消息何等紧报? 四周围惧的骑士们闻言无不震惊。 他们一路奋命追击而来,本以为是大小姐被那叫杨开的护卫劫持而走。 可如今看来情况不是这样的。 反倒是孟夫大小姐自愿跟着走的。 这不是抢婚,这是逃婚,是私奔啊。 两者性质完全不同。 孟家大小姐辞去,不但给孟夫蒙羞,更是成主妇这边也脸面大事。 不少人小心翼翼地朝封城寺望去,却赫然发现自家少成主脸上依然挂着那淡淡的笑容。 风轻云淡,似乎压根儿不将自己新娘的私奔放在心上。 爹,你这么多年一直宠着女儿,惯着女儿,从不逼迫女儿婚嫁,女儿也多次跟你说过,这一生,才等一个有缘人。 孟茹最初低着头,说着说着,瘦弱的身躯中似乎多了许多的勇气,他也直视老夫。 而如今,女儿等到了,杨大哥便是女儿这么多年,一直在等的人。 孟德叶气得浑身发抖,一腔怒气犹如即将爆发的火山。 孟茹确实很多次跟他提起什么有缘人,他也没放在心上,只当是女儿随口敷衍自己。 可如今,居然拿什么有缘人来说事,他又岂会相信。 若儿,你病了。 孟德叶声音低沉。 跟爹回去,爹给你找大夫治病。 孟茹摇头。 我没病。 孟德叶瞧了一眼他身边的阳开,淡淡道。 你若是没病,就该在意他的死活。 跟爹回家,他可活。 你若执迷不悟,明年的今日,便是他的忌日。 孟茹脸色陡然苍白。 他虽然知道阳开实力强大,但绝不可能是这么多人的对手。 孟德叶拿阳开的生死来威胁他,让他一时间风寸大乱。 孟茹如犹豫的眼神,瞬间坚定下来,转头望着老夫。 爹,求求你,放我们一条生路。 孟德叶脸色痛了,如今这局势可不是他能说的算的。 追击而来的这些人,只有少部分是孟府护卫。 大多数都是城主府的首军,只听逢城寺的号令。 他即便有心宽恕自己女孩也做不到。 少城主在身边,他身为孟家之主,必须得摆出应有的姿态。 艰难地摇头,孟德叶道。 你年少无知,受人蒙蔽。 少城主为人大度,会原谅你这一次的。 随我回家,日后好好侍奉少城主。 孟如眼中最后一丝奇迹,湮灭下去,徐徐跪倒在地,对着孟德叶,扣了三口。 孟德叶惊慌不已。 你做什么? 孟如起身,转头望着阳台,甜丝丝地笑了。 既然生不能同事,那便死而同学。 杨大哥,等到你,蜀儿很欢喜。 杨开轻轻地呼了口气,上前一步拔出腰间刀剑,后世的身形挡在孟如面前。 刀剑相交,金铁争饼。 我倒下之前,没人能够伤害你。 疯了,你们都疯了! 孟德叶双目星红。 一只面寒微笑的冯城寺忽然发了狂一般,怒声大吼。 给我杀了他们! 叫他们知道,得罪本少城主的下场! 梦得叶大惊。 不可呀! 少城主! 说着便要去阻拦,却被冯城寺一脚踹下马匹,痛哭倒地。 一道道人影交错飘忽,四面八方袭杀而来,瞬间便将阳开所处之地包围的水系不动。 刀光闪烁,剑光翻腾,闷哼声,惨叫之声不绝于耳,断枝飞出,鲜血染红大地。 一句句尸体倒下,杨开一如当初守护在那山洞前,身形笔直不退,脚步不曾挪一分铐。 刀剑交错筋,犹如割稻草一般收割着来人的姓名。 不大片刻功夫,身前便已堆积出一座小小尸身。 等先情况下,这样的杀戮足以让人胆寒,即便人数再多也未必有胆量在继续冲击。 毕竟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死的是不是自己,但此地又封城寺亲自作证。 城主府来的那些人纵然心惊胆战,也没有人敢后退半步。 想要安全,只有先杀了杨开。 激战从一开始便没有第二种结果,要么是杨开身死,要么是追兵全军覆没。 但冯腾寺这次带来的人数太多了,足有两三百,比起上次杨开面对宝田峰倒扣还要多两三倍。 人力有时穷,在这样的局面下,他实力再强又能坚持到几十。 翻云刀和傅宇剑立下了大步。 虽说孟德热之前想要杨开死,甚至不惜设计护送货物前往定远城一事。 但在那之前,他确实很得孟德热重视。 翻云刀傅宇剑可以算得上是神兵力气, 往往敌人刀剑与之触碰便会断为两截,大大节省了杨开的气力。 孟德热还在苦苦哀求封城寺,却被恼羞承诺的哨成主命人捆绑起来丢在一旁。 孟府的诸多互惠也是敢怒不敢言, 还得在封城寺的驱势下上前与杨开为敌。 遗珠香过去,半个时辰过去, 悬崖边血水流成了河,杨开整个人更是被染成了血神。 这鲜血有敌人的,也有自己的。 他实力虽强,但面对这么多人的攻击也无法守护周全。 尤其是冯城寺的命令,不但是要杀他,还要杀孟儒。 许多城主府的人见杨开太强,便想方设法地去袭杀孟儒, 牵扯杨开的注意力制造破绽。 纵然是翻云刀赋予剑这样的神兵力气, 也难以在这样的高强度争斗中坚持下来。 刀剑皆都卷了刃,杀伤力大大折扣。 杨开几乎要精疲力尽,身形亮枪, 全凭这一股毅力坚持不到。 左侧一袭见光起来,杨开看到了却躲不开。 如果要躲的话,身后的梦儒就会有危险。 只能绷紧了身子避开要害,准备以血肉之躯应接这一件。 闷哼声响起时,所有人都呆了一下。 杨开没有感觉到应有的冲击和疼痛, 那袭来的一剑似乎被什么人挡得下来。 扭头望去,眼帘皱缩。 当初那一剑的,是一副柔软的身躯。 常见穿胸而过,乃是最致命的声势。 素来胆小,容易害羞地嬉嬉张开臂膀,站在杨开面前。 生命的最后,鼓起了自己最大的勇气,直视着杨开的双眼。 然后他甜甜地笑了,嘴角边有鲜血溢出。 杨大哥,你没事就好。 那笑容扬开心中仿佛被无形的手揪住,瞬间无法呼吸。 眼前闪过着数月来与西西姑娘相处的种种,回想起她的羞涩和滞滥。 在自己进入孟府时,西西也一样进入孟府。 冥冥出来乍道,却偏偏狠得大小姐的欢心,奇缘巧合地成为了大小姐的贴身女婢。 习舞的时候,她表现出来的天赋与孟如相差无际。 每一次与自己的目光碰撞,都仿佛一只受惊的小兽。 那种眼神和慌乱,杨开曾在另外一个女子身上见到过。 那是一个不算熟悉,却注定会纠缠颇深的女子。 两道身影慢慢地重叠起来,鬼使神差地杨开脱口道。 陶师妹。 西西已在弥留之际,但在杨开这句话说出口之后,她的身体却仿佛被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。 昏暗的眸子瞬间变得明亮,扫清心间尘埃。 雨之后事如何? 欢迎继续收听《五脸巅峰》第4024集。